可是说到减重跟这个所谓淀粉的关联系 你的看法又是怎样 其实应该这个问题常常都有人问 就是他暂时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就像邱医师说的 你的饮室里头少了某一个东西 自然就会变瘦 但是因为淀粉基本上我们人体 比如说我今天坐在这边会讲话 跟你们有力气这样的讲话 这是来自于能量 那这个能量就来自于我血液中的这个 肝糖去转换成葡萄糖 那我如果一直吃淀粉 就会一直补充我的肝糖 然后也会转换成葡萄糖 所以为了让我的这个 就是消耗脂肪的速度快一点 我如果把淀粉直接卡掉 不补充我的这个肝糖的来源 相对它就比较快去拿脂肪燃烧出来 那所以它是瘦得比较快 一般来讲我听到的速度 也都是两个礼拜 大概三到五公斤 差不多是正常的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比如说当你今天瘦了两个礼拜 瘦五公斤 你接下来回来的时候 不应该立刻吃很多的淀粉 你应该去test你自己 对于淀粉的这个 忍受程度这样子 比如说我这段时间 完全都不吃淀粉 接下来我明天准备开始 要去吃淀粉 你不可以一下子就吃很多 你可以先试试看 比如说我先吃个一碗饭 OK今天就一碗饭 我明天量体重 如果我体重有增加 就表示说你对于这个淀粉的 忍受度得要再往下降 所以你今天只能吃半碗饭 可是如果你昨天吃了一碗饭 你今天一点体重都没有增加 恭喜你 表示你对淀粉的忍受度是OK的了 你可以再吃一碗半的饭 所以大家都是在恢复的过程里头 是错误的 就会造成很快速又会腹胖回来 好所以我们这边也帮大家稍微整理一下 不吃淀粉 减肥不成 反变丑 变老还变胖 这个后遗症太多了 对啊 很多 一共列出了四点 包括可能会第一 让你觉得胖子 第二 食欲更旺盛 第三 皮肤出现老化 还有所谓第四点 慢性病可能因此也会增加 这个都是我们没有想过的层面 你知道有一次 我自己有做完一个活动 然后刚好回到家要吃饭的时候 就每个人桌上的一碗白饭 我看着以后真的就开始眼眶就疯了 对 然后我老公说你干嘛了 我说莉莉皆幸苦的 这个凡是一个非常真正的 耶 太可怜了 我觉得那个情绪 会让我的情绪非常的不稳定 真的啊 对 我是不会沮丧 我是很开心 因为有减到肥 但是我发现很明显就是 皮肤老化的很麻烦 你有吗 然后蜡黄 怎么会这样 整个都这样干比 但是我想问老师一个问题 像我有一段时间 非常就是不是吃饭 非常爱吃面包 可是我吃面包 就是那一两个礼拜 就是脸啊 就像面包超人一样 这是虚胖 都是虚胖 身体会虚胖 然后你再就大概两三个礼拜 再不吃 他很快的自己又回来 好 这个其实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各位你们在用餐完以后 有些人会有一个感觉 就是好像快结束的时候 来一点甜的东西 会比较有那种 好像吃饱的感觉 对 事实上这在医学上是有根据的 因为这种 就是糖类的食物 它吃进来以后 会让我们身体产生一个 内分泌 一种基础叫做血清素 那这血清素呢 产生以后 我们就会觉得有一种饱足感 很幸福的感觉 所以很多人就说 我吃饱一定要来点甜食 或者水果 我才会觉得 好像有吃结束的感觉 所以事实上利用这个原理 我们反倒是在我们减肥治疗的时候 可以反其道而行 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说在吃正餐之前 我们先来点甜的东西 对 让我们的血糖先上升 上升以后呢 因为血清素来了以后 有点薄薄的感觉 然后之后呢 再慢慢的吃东西 这样的话呢 可以把这一餐的量 稍微的减低 这样就可以达到减肥的效果 但是你那个甜的东西 先吃包含面包在内吗 对 因为面包有一些都是甜的 那他会血糖一下子就窜太快 或什么之类的 他那个精致面包 基本上在现在在减肥的这个朋友当中 其实要特别注意 要避免 尽量不要吃这种精致的面包 因为精致面包 它是升糖指数很高很快的东西 对 那再加上现在他们研究起来 发觉说市售的精致的面包里面 盐分都太多 太多盐分 然后呢 而且他都是一些 反式脂肪 对 都坏的脂肪 邱医师第二点呢 食欲更旺盛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讲一种渴望 你知道当你这个没有血清素的时候 你会觉得不愉快的感觉 那我们知道一个人 一旦有不愉快的感觉的时候 他就会产生对那种 慰藉性食物的渴望 这是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在压力大的时候 比如说在911 美国那个世贸大楼被攻击的那一段期间 美国人发觉他们都喜欢去吃一些 慰藉性的食物 什么叫慰藉性的食物 就是年轻小时候会让你快乐 有幸福感的食物 那是什么 就是那个麦当劳 麦当劳炸鸡薯条可乐汽水这些东西嘛 所以你变成你会多去摄食这样的食物 导致你更容易发胖 可是像这样子像妈妈的话 吃这样白饭会不会皮肤特别好呢 其实 为什么说缺乏淀粉皮肤会变差 其实因为那个淀粉里面就像我们的五股杂粮内 它有很丰富的一个B群在 我们不讲那个精致淀粉 那这些B群呢其实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情绪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在 如果你缺乏了这些东西 你皮肤就会老化就会有一些皱纹 刚才就是那个亚欣 你不是在说你的那个减重方式吗 对 其实因为你这个减重方式我之前曾经听过大概有一个就是 大概那时候他大概五十几岁的一个就是中年的先生 那我说你来找我的原因是什么 他说是因为医生说我要洗肾了 所以叫我来看肾脏病饮食要怎么控制 对我就说那为什么你会就是受这样 对要洗肾 我就说那你用什么方法减肥 他刚才讲的方法就是你那个 但吃到饱的感觉 因为其实台湾是一个洗肾王国 其实很多人潜藏的都不知道自己的肾脏功能不好 那这个人他曾经他在就是在更久以前他三十几岁的时候 他其实是尿酸高的 所以加重他的胜脏大大的负担 就造成他肾脏的那个所谓的B1和奎提米基酸肝 就整个往上拉高这样子 所以就要提醒各位就是 这个不是真的所有人都适合的减重 如果你本身有慢性疾病的人 麻烦你来征询一下医生或营养师 看看你适不适合这样的减重方法 对会比较好一点 后一天一出现了我们要再拉回来就会逆了 因为你洗肾是不可逆的 永远不回头的一个状态 这样会伤到肾 对很难想象对不对 对啊 就不是很咸 对但还好三个人经过过去不太碰淀粉 或是减量之后 现在都找到比较正确的方式了 今天都来到我们节目健健康康 对我刚刚刚还活着好害怕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 对在减重的时候呢 突然就吵一吵 在减重的时候心情总会不好 现在心情好了 对就是音乐就可以疗伤 疗优瘁您的身体 所以一定要听好的 哎呀 对啊 天哪 黑魔法 是的 对不对 新专辑请多多指教 对啊 所以黑魔法 以后我们减肺心情沮丧 本来是黑魔法 但是魔法 魔法 出现了以后 你人生就是光明了 对啊 出乎意料的歌声 真好听 谢谢 对 请多多指教 最后我们来欣赏你的歌声 好不好 谢谢 很厉害 不过呢 待会我们今天更有福气的 除了Julie姐的这个新专辑以外呢 还有就是我们三位都用自己过去 我们不碰淀粉啊 我们累积对的心得之后 都有一些 淀粉健康的减肥餐 就是淀粉加上什么呢 吃的对话也可以减重哦 对 先请谁来示范 那就亚欣先来吧 好 先走吧 好来亚欣 你现在准备的材料 这是一餐还是分成不同的 我基本上觉得这个是早餐 早餐 对我第一个要介绍的这个东西是 我听我韩国朋友说很厉害的 早餐吃韩式泡菜 对 第一次我韩国朋友跟我讲的时候 我觉得不可思议 确定要讲话 我们现在看也觉得不可思议 酸辣辣又甜甜 大家都会觉得 这个又酸又辣又咸 然后再配上甜的地瓜 是可能成功的吗 这是不同世界的东西 怪怪的 可是真的在韩国他们就这样吃 而且介绍给我是一个年轻的辣妹 因为这个地瓜 它本身是一个甜甜的 然后松软的口感 然后配上酸菜之后 它是脆脆的 是不是 没有 有 是 你当个小鸡是你当个小鸡 你当个小鸡是你当个小鸡 我们一起去韩国了 昌明哥 什么味道 而且去韩国是可以的 但是不要我再吃它了 这真的很好吃 我不能说它不好吃 而是说 它是一种很新鲜的组合 对 它很跳痛 但可以受 无法接受 辣口味的比瓜 不会特别想吃 不会特别想吃它 在我们减肥的这个概念里面 其实它是合理的